哈喽 巧莉娜今天再次来到了 冬哥的冰箱堂 刚好冬哥在那里 冬哥也刚到 这个师傅然后现在帮我装货架 箱仔是乐山那边刚拿过来的 现在是要先把我这个车架子拆掉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在冒雨桩 下雨中 因为我实在不想等了 一分一秒都不想等了 赶紧装好赶紧出发 现在这个呢是新的边箱 感觉这个确实有点小 之前温暖那一套非常大 他研究的那一套的话也会是非常大的 有改进很多 这个还是以前的老边箱 这个轮是不会跑掉吧 一跑多快吧 一切多快 跑的这样还得咬 但是路很烂的时候特别一烂的跑不掉 就是把人天飞掉了 螺丝都没掉 先吃辣煎的了 比较好的比较好 没有它这个下面是卡住的 它卡住这边 太简单了 然后这个手有鞋子 手在这里边 不知道没有拿到手 这有鞋子 冲用的 可以 后面的也是这样扣一下就完了 这东哥 因为东哥那一套箱子呢 现在还没做好 我们现在暂时先用这套鞋子出发了 下午就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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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 好吧 注意到每种电子里 你看到这螺丝 拿去送完都要 说了些螺丝 好 这个开始几个公里 你都得自己剪裁 送完要自己 拿去四伯爷爷 看到没有 好 拜拜 拜拜 车子的边线上好过后呢 是 叫了 勇哥不见了 叫了勇哥帮忙把我的东西给拉出城外来 因为我的摩托车在进成都市的话不好进去 这个呢是勇哥 他是刚从317线上回来 跑了一趟拉萨 现在勇哥是帮我把东西盘出来了 看一下他的 这是 船车旅行人的窝 也是乱七八糟 东西堆满 哇 你这个被子也太厚了吧 一床海绵垫 一床被子 去年 去年 在那边 零下25度都快冷起了 还不弄厚一点 去年去的时候零下25度 今年呢 有达到吗 没有 今年 最低温度 可能零下 三四度吧 四五度 你跑了多少天了呀 4月1号出来 4月1号出来 然后就走 拉萨已经逛了一圈回来了 这饼塔塔不是坏了修车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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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月呗 现在呢巧克力要开始动手 把我这一大堆东西看如何装到边厢里面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好了现在我的车已经全部绑定好 看起来还是很夸张啊 差一个萝卜包 那个萝卜包我之前以为买了 但没买 就到时候看 寄到松盘去吧 就走 好 我不是自己的 一个传选 我们讲回来 我们讲回来